哈喽大家好,我是Lorraine 今天升温也该开始给大家准备一些升温后的穿搭内容了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位本身气质就很阳光开朗 穿搭也很可圈可点的时髦人 Melinda 也就是演员杨又宁的妻子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加油的动力 谢谢 去年七月底不办婚礼 把大半个台湾娱乐圈都齐去一堂 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大家会叫Melinda阿梅 感觉好亲切 我也就随着大家这么叫了 其实阿梅本身还是个美妆护肤品牌主理人 也一直有在时尚行业活跃 风格蛮自成一派的 整体洋溢的外向活泼气质很有亲和力 不过分凹精致人设 穿搭简单又很大方俐落的亲欧美发 他们俩夫妻的日常照就很自然又恩爱 他们的穿搭和拍照灵感 情侣们也可以学起来 除了阳光健康的一面 他俩偶尔也很会凹 这种酷撒暗黑辣妹造型 阿梅也是拿捏到位 更好笑的是 杨又宁也会打出一招小骚气真空搭配来打配合 很有爱 更多时候的阿梅会更偏爱这种帅性休闲风 这种休闲中融入学院风的造型很值得copy 一旁傻笑的杨又宁和党脸小朋友太可爱了 By the way 阿梅现在已经怀着二胎了 前段时间 阿梅还前往了纽约参加时装周 毕竟是去工作 造型会更精致一些 但艺人不会让人感觉很高高在上 透视黑上衣搭配抹茶绿断面半裙 一双肩头sling back 优雅又很凸显气质 这身透视循然来自小众品牌Fancy Club 这种肃静的火辣非常适合阿梅的气质 健康大方完全不魅俗 这种简约中性风更是阿梅的拿手好戏 灰色针织衫搭配牛仔裤 黑白拼色乐服鞋 外加一件绣场同款的林格文毛衣当作披肩 造型感提升 除非草绿的BVMDAMO也搭得非常好看 其实这身我也很喜欢 虽然现在有点热了 但还是可以码一下 浅紫色高领打底加蓝色衬衫内搭 再加奶油色长西装大衣的叠近 是温柔复古又不会太难驾驭的叠穿法 而且还蛮适合亚洲女生的 这种典型的美式辣妹阿梅也很OK 她会俏皮地搭配一个圆框眼镜 瞬间有种nerdy感 不需要过多的首饰搭配 辣妹妆也不普通了起来 我发现阿梅还蛮喜欢露腰的 这种内搭Crop Top加短单凝夹克 搭配低腰牛仔裙和西部靴的穿法 又辣又复古 粗腰带和金色diesel小包包点睛 槽位满满 到了夏天就可以穿起各种小吊带背心了 搭配黑色西裤和略带复古感的凉鞋 再加一个增添桂气感的金属链条腋下包 西裤辣又干练 穿完all black就all white 简单又清爽 富贵色背心本就颇有设计感 搭配上简单也容易出彩 要是能hold住彩色的 像阿梅这样黑加蓝的强对比色就更吸睛了 阿梅的身材是那种健康的匀秤感 穿起这种吊带紧身裙也非常hold得住 而且一如既往的不俗气 鞋子可以像它这样穿一双尖头小猫跟 袜子选择跟鞋子同色系的就OK 比搭配高跟鞋会来得更高阶感一些 如果不习惯那么高的露腹度 运动bra top作为内搭 外搭一件蓝衬衫和卡其色长裤 整体配色柔和又有一些纸轻复古 那加一顶铜色系鸭舌帽也很nice 一个造型特别的编织包包更添夏日文艺感 更asflo的典型穿法 一件亮色系卫衣搭配单车裤 或者各种短裤也OK啦 运动鞋照穿 想要更特别一些 袜子就选择跟你身上 唯一亮色系的主单品一样的配色 没想到正式的蓝衬衫加领带 也可以穿出叛逆感 当然你的领带记得歪心扭巴一点 搭配黑色直筒牛仔裤更添随性 更简单的穿搭少不了字母logoT和短裙 只要加一点这种很有户外感的帽子 也能给造型加分不少 关于Melinda阿梅的私服穿搭就看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位女生风格怎么样 欢迎来聊聊 喜欢本期视频的网门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更多有趣干货On the way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